第31题,右图为电解某化合物水溶液的装置示意图,以致此化合物在水中会解离出甲乙两种离子,甲和乙各数为1比2。 当按下开关接通电路后,甲会往X电极移动,乙会往Y电极移动,则关于此电解值实验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。 我们看到X接在正极,所以X为正极,那么Y会为负极,我们晓得电解值导电的时候,正离子会移向负极,负离子会移向正极,所以当我们的甲跑向X的话,所以表示我们的甲是负离子,我们的乙跑向了Y的话,表示乙是正离子,所以选项A说甲为正离子,乙为负离子是错的。 那么选项B说,未通电时甲乙均均匀分布于水中无法移动,均匀分布于水中是对的,无法移动是错的,他们会各自朝不同方向,四面八方的到处移动,通电之后才会是正离子一向负极,负离子一向正极,所以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由甲乙的个数比可知一个离子的电量比,甲比乙是2比1,我们晓得电解值呢,无论是个别离子的带电量,或者是离子的数目,它都有可能不相同,但是总电量一定会相同。 所以呢,甲的个数呢,是1,那么它带电量呢,我们设为a,然后乙的个数呢,是2,我们带电量设为b,所以1乘A呢,会等于2乘B,也就是呢,A比B,那会等于2比1,所以呢,选项C的说法呢,是对的。 选项诸说,由甲乙的个数比可知到xy电极的质量质量比为1比2,这个是错的,因为我们的个数若要换成质量呢,我们需要知道原质量或分质量,题目里面并没有提供原质量或分质量,所以我无法晓得它们的质量比会几比几,所以选项诸是错的。 第31题问我们说,则关于此电解值实验的叙述下列合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由甲乙的个数比可知一个离子的电量比,甲比乙等于2比1。